好,这个呢,是慢速复利液转换的程式 那,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可怕 慢速复利液转换 这个是C语言,这个是Nopay++ 这只是一个编辑器而已 这没有太那个的 来,我们先切到这一个资料夹 好,这里有我们的程式嘛 在这里sft.c 好,编译完成 好,就这样 这个程式的输出就是这样 那,它是什么意思呢 我给各位解释一下 这个程式实作了复利液转换和复利液反转换 OK,那什么叫做复利液转换 我们有一个小F 因为我们实作的是离散复利液转换 不是连续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小F 经过加总函数之后会变成大F OK,但是这个小F呢 有十步和虚步 十步和虚步 OK,那大F呢 转换之后也会有十步和虚步 OK,那我再把它大F再透过复利液转换 复利液反转换转回来 就变成另外一个小F,F2 它也会有十步和虚步 那,所以我做了一个转换过去再转换回来的动作 那,你可以看到它转换过去的结果 这个,一开始呢 F的十步是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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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系列 虚步呢,是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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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系列 好,转换过去之后呢 也就是积分或加总的结果 它的十步剩下400040-4000 OK,这是转换后的十步的结果 转换后的虚步的结果呢 是4000-4000 OK,这是转换后的虚步的结果 再把它转回来之后呢 变成0101-0101 OK,那虚步呢 是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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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它转换过去 再转换回来之后 回到原来的自己 这个F2就等于F OK,所以 这个就是负利的转换的程式 但是呢,你在这个负利的转换的程式里面 你会看到我真正计算我是用cos 和sine在做 用sine和cos在做 这是今天的习题 请解释为什么用sine和cos 这个程式到底在做什么 每一行的意义 OK,这是今天的家庭作业 好吧 慢速负利的转换程式的意义 解读 好 这是今天的家庭作业 慢速负利的转换程式的意义解读 我把他的公式写成lactes放在这里 lactes是一种排版语言 那这个可以让你显示出数学式 这个十步乘以cos 减掉虚步乘以sine 这个是正转换的十步 那这边十步乘以sine 加上虚步乘以cos 这个是正转换的虚步 你去对照我们课本里面所写的 所写的那一个公式 你大概就可以看出意义 这个cos加i sine nx 其实就是那个 那个1的i nx次方 OK 所以请你去解读出这个程式的意义 为什么它是用这样写 那这边呢 我们稍微看一下 这边是乘以cos 减掉sine 所以这边是乘以cos 减掉sine 这边呢 是虚步的 好 这边呢 是十步的 OK 没人会交作业没关系 我们不排除期末考会考这一题 我写出程式请你写出它的注解 好 那各位一定觉得 哇 这个到底是什么 这个lates我看不懂 对 好 lates你看不懂 我把它放上去 我的网站 你就比较会懂 因为它会写出数学公式给你看 好 压 网路挂了 不会吧 真是太巧了 好 那lates看不到就算了 反正我把lates已经写上去了 你回去 想办法看 好 那这个是它的公式 其实就是我们课本里面的公式 离散的版本 OK 但是呢 这边是用cos和sine写的 不是用1的ins次方写的 因为1的ins次方 那个东西是个负数 负数有十步和虚步 所以最后我们还是会还原成cos和sine去写 会比较能够用程式计算 所以就会这样写 那负1的转换再讲一次 这个十步的部分是一个序列 虚步的部分也是一个序列 十步是0101 虚步是1010 结果呢 转换过去变成4000 4000 这边也是4000 这4000 -4000 那转换回来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又变成0101 0101 这边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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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转换过去再转换回来 两者没有什么差异 所以它的转换确实可以转换过去 再转换回来不会改变 那这个程式我们做到了负1的转换的一个简单范例 速度不快 但是可以用 解读一下 对照你的课本 解读一下 所以呢 我刚刚已经在这边贴了 所以现在不管网络上不上得去 就是这一题 了解吧 解读这个程式 无法留言 所以你就看这个网址 反正我没有讲解读这个程式就对了 没关系啊 没听到就算了 就这样的话 感觉让你并不寻吗